新聞議題,大家這些網友也是看著新聞議題跟著跑 傳統媒體廣告有沒有效?還是有效 但是就是說,像這次的選舉是因為大家討厭網友,大家討厭 顏勝文,不喜歡胡志強 所以這一種大局面,大局勢相對引發這一種 板塊移動的 一直打廣告其實還是沒有用 但是網路呢,變成怎樣呢? 網路其實是一個同彩政治動員的一個平台,我裡面有寫 就是說我會相互影響我的朋友 有時候是會一種同彩的霸凌 大家都反連勝文,你為什麼會支持他?可能不敢講話 大家要支持連勝文,大家要支持克文哲學,支持克文哲學是一個瘋場 或者說像這樣2008年,五刀救台灣一樣 或者說支持買酒一樣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這是一個網路最好的機制,就是說 網路是一個打臉反制傳統媒體的平台 因為媒體會選擇他要的東西 但是很多網友就透過這個網路媒體 我自己當種編輯 網路就有編輯台,我就修理你 甚至修理政治人物 所以就是說,這三兩關例就是說 我的看法還是 是 誰 台語叫做誰 可是問題就是說 你當然還是在裡面有一些操作 可是 歸更就底 穿碰媒體 你有辦法影響的話,還是會 會有辦法的,為什麼呢 像朱立倫他經營方便經營得很好 所以幾乎不會有他負面的 那通常會有他負面的是網友自己找出來的 這還是有有差的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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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來 請餐廳 再找一會兒 請餐廳 再多一會兒 gradient 再一會兒 再來,請餐廳 從畫面上,她和你一會兒 坐一會兒 再來,請餐廳 我們請餐廳 請餐廳 你還請餐廳 哈哈哈 就是 我給你自己有畫面 兩位老師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剛剛建宏老師說我是 這個二號的受害者 覺得我倒不見得 我當時覺得真的是這樣子 我其實在選後 馬上就有媒體問問 就說有關於趙白瑞的這個事情 我其實一直覺得 趙白瑞的票是來自 長久以來 比較屬於軍系那樣的背景 他們對於吃香喝辣的總是這樣子的軍官 終於有一位司官長 這樣子的背景的 這個軍系背景的人出來參選 而且 其實 他的整個經濟情況是非常窘迫的 雖然他能夠拿出 非常白瑞 這樣子的保證 我覺得 很多人是在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氛圍下面 圖拉票 那我覺得 其實我在那個時候的訪問裡面 我其實非常高興 因為 我覺得 這是大家對於像 趙白瑞這樣子背景的 主角 的一種 質疑的方式 其實大家都知道 像剛剛 鄭老師的 這個 整個的 這個 那個graphic 那個那個顯示 我真的是從頭到尾是比較 不被主流媒體 就是說 就說 pay any attention 那我覺得 這個是我今天其實很多人以來談的一件事情 媒體在 像台灣這樣子的選舉裡面 他們的角色 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跟我周邊的很多朋友 我們一直認為 柯P的 當初 在去年 開始下半年 到今年三半年的這種崛起 其實很多時候 是統派媒體在後面 在運作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我跟我的朋友 對我都認為 統派媒體其實一直是希望把柯P 把它拉出來 然後 然後他們覺得 他們可以 就是說控制 柯P的很多的 新聞 就是說他們 也許他們認為 他們了解 柯P背後的一些 運作的 一些結構面的東西 他們也許 他們 非常清楚 柯P的 這個人的 personality 在這個選舉裡面 可能會造成的一些影響 所以包括 也許當然沒有注意到 像李清華這樣子的背景的 違約 其實在中天的節目裡面 他們是非常挺 柯P的 在剛開始 他們要拉柯P上來 跟 民進黨 做一個抗衡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非常挺 柯P 那很多的比較偏域的媒體 我們也覺得 他們也是挺 可能跟一些比較藍的媒體 是不太一樣的 在這種狀況下面 柯P一虎就是這樣被 一直哄抬一直哄抬 就這樣出來 藍媒 絕對沒有 萬萬想不到 他們把這個拉出來之後 就壓不下去了 我覺得這也是他們 就是說 初始的時候 就說 神奇妙算 沒有 沒有算出來的 怎麼打不下去 而且 網路真的是在 這次選舉裡面 佔領非常重要的角色 任何 對於柯P的攻擊 我們看到 那個整個反彈 是超乎我們的預料 那個整個反彈 其實 是 當初 自以為可以控制媒體的一批媒體人 當然他們想的是他們自己的媒體 他們認為 他們用這種方式 用名嘴 用收買電視 用收買這個 支付信息 這個報紙 比如說去做這個 專訪 他們用這樣子的 排山倒海的 傳統的 藍媒的 這樣子 對他們的 候選人 他們中愛的候選人 都操作了模式 操作 他們認為 應該萬無一失 可是他們沒有想到 網路的力量 是這麼大 大到 傳統的 藍媒 全部沒有辦法 回應 之所以沒有辦法回應 我相信 因為很多藍媒裡面的 比較年輕的族群 比較真正在跑線的 真正在操控整個編輯台的 那些族群 其實 很多時候 他們也沒有辦法 就是說 在按照 上面的指示 去做一些事情 當然說 他們可以 對我 像這樣子的 對像我這樣子的弱勢的 一個 Candidate 他們可以 付上一個指示 說你都不要去理他 他們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我會覺得 他們對科批的 整個的 這種上升的 這樣子的整個態勢 他們是真的是 不知道怎麼去應對 這個就講到 媒體 台灣的媒體 在民主政治 愈加深化的 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去 我特別 喜歡檢討媒體 是因為我自己 大家知道 是中國時報出身 我1983年 進入美洲的中國時報 一直到 200 2002年 于奧先生 往生之後 我知道 因為我在 報器裡面 我其實 罵人無數 所以能源不是很好 我知道 奧先生是我唯一的 這種 這個靠山 老先生真的是 我唯一的靠山 所以 就是說 老先生一走了 我知道我也要走了 所以我就趕快辭職 他一直到 這個王健壯 進去之後 他一定要回去 可是 到了 08年 我終於 在蔡衍明進來之前 我就受不了 因為整個 字幕信息交太嚴重 所以我就 遞個遲程 我說我不能夠在 這個字幕信息交 這麼嚴重的 報紙裡面工作 知道 所以這要談到就是說 在我的 選舉的整個政策裡面 媒體的政策 就 非常清楚的 啊 列出了 反制度行銷 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 裡面的一個 一個 一個政策 或者媒體政策 因為 沒有一個 國家 的 這個媒體 如果 啊 他 不是 自決於 啊 這個 政府的 啊 這樣子的 施捨 之外 啊 是不可能 有一個真正自由公正的媒體 所以我對台灣的 這樣子的一個 整個的 這個 呃 這個 這個 由媒體來做字幕信息交的東西 我是非常反感 那我以聯合報為例吧 聯合報 針對 發博 你看他發了 就是說他拿了這個 市政府多少錢上了一道 他怎麼可能去批判 任何 有關 跟花博有關的 弊呀 所以 如果我今天 啊 以這樣子的政策 啊 作為我的競選的一個政策 你說一個 制度性行銷這麼嚴重的報紙 他怎麼可能來報導一個反制度性行銷的 這樣子的一個候選人 啊 那 那更不要講 其實 當我們的住宅 當我們的這個 居宅政議政策裡面非常清楚的 我們是非常反對 像台北好好看這樣子的政策的時候 啊 我們是非常反對 把這個 這個 龍基 那個獎勵 這樣子的政策 當作 這個 這個 建商跟這個 市政府 互相交換利益的 這樣子的一個大的 這個政策的時候 啊 我相信 聯合報他們也是會非常 非常不高興 因為聯合報 也是台北好好看 這樣子的一個計劃裡面 非常大的受惠者 你看他們在這個 中央東路 靠近那個 轉運站的那邊 那塊地多大 養了兩年 大家想想看 他裡面有多少的 這個利益 幾十億都有了 我想 所以他怎麼可能 你知道 就是說 龍冷一個一直批評 像這樣子的政策的一個 一個候選人 所以我覺得 很多時候 我們今天 來談這個 支付息行銷的時候 我認為 台灣如果不把這樣子的一個 惡質的新聞操作 把它 幹掉的話 台灣的民主 很多時候 其實是 是很危險的 例如說這次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 三立 三立 跟這個 新北市的 這個 市長 他們合作了很多的案子 我覺得這個都是不對 所以三立 我很明顯的到 到最後 看到 看到 就是看 感覺出他們對我的不友善 可是我無所謂 因為 我知道我這次 出來 其實 最大的 一個作用是希望所有的政策 這個所謂的 他的公共性能夠最大化 在這個狀態下面 我覺得我這次倒是做到了 我覺得我這次很多的政界 提出來之後 不管是科米拉拿去用 我也很高興 因為 所謂剛剛講過 公共性的最大化 我的好東西拿去用 我覺得一點都 不會覺得難過 可是我會覺得 媒體如果我們自己不再自行的話 那我們2016年 其實還是會有很多 不公正的這樣子的 一個 一個 選舉的狀況出現 所以 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在2015年 這樣子一年 裡面 盡量 把這個媒體不公的這樣子的 媒體結構面的這種不公的東西 是不是 能夠解決掉 不過至少 就是讓大家注意到 那個 國外委員希望你願意出來 出來參選 這件事情 我個人一直沒有機會沒有表情 其實我桌邊有很多 師生朋友 都是一樣 就希望能夠有機會沒有 謝謝 公民社會 您這個是 勇敢 然後用你的方式 你的方式基本上帶給我們很大 帶給盛文修很大 對 很貴 三百萬 剛才兩位都提到 因為媒體的架構 其實對台灣的選舉也好 國家建設的發展 基本上是有趨的 剛才 金龍修這邊說了 網軍的力量 其實基本上 我們的觀察 只要是不要錢的媒體 基本上是開放的 誰都可以用 所以他並沒有特別 騙他 也就是說他並不是挑戰者 也不是這個反對方的進來 不是這個他們才可以用 剛剛講到了 這個2008年的 古包就台灣 那個地方就一個反對方 所以已經可以看得出來 可是如果要錢的話 這個媒體 那就不一樣 有錢的人才可以用 很清楚 所以有時候用的 將近三千萬 這邊就看不到 不過 這一年來 我們發現很多 以前 這個新的媒體 現在這個 媒體 傳統媒體 大眾傳播媒體 在用了其實是 記得例子為多 因為老世代的人他們看報紙 看電視 年輕人基本上 已經是看新的媒體 這個是很清楚的 家家戶戶都可以感受到 這個樣子 如果遠見雜誌寄來 天下雜誌寄來 小孩子根本沒有在煩那個東西 小孩子有他自己 接受的資訊 知識的來源 所以很明顯 那個世代真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台灣製作很多東西 比如說 我們有一些調查 基本上調查不出年輕人的態度 因為他調查還是調查傳統媒體 然後我們比如說 那個收視率 我們的節目收視率調查 那個是盒子 那個東西調查不出來 真正想要看電視 基本上因為 比如說那種收視率的調查 就是在你家裝一個盒子 那你家可以免費 OK 可是那個基本上 可能是你家幹嘛 人家都不透視 通常只要你有一點小錢 你不願意就把他還 那就是說沒有錢的人 可能會對你五六百塊有興趣 所以那調查還是那種的口味 那那種口味 根據那個口味去製作節目 以為全台灣人口味都是這樣 那當然是失敗 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地方 基本上是失敗 那過去都是萬人 暗葬 然後真正有活動的時候 一個人到場 可是這個現象以前是的 的確是的 可是今年來自從這個洪仲丘案 自從這個318巡案 已經不是了 年輕人自己真的是出來 那年輕人為什麼會出來 也就是累積的 十幾二十年 年輕人在整個事態 資源分配 其實 不平均了 年輕人已經明顯感到 他自己給剝剝了 OK 因為像吸水很低 他要買房子買不到 很多人不敢結婚 OK 哪一份結婚 貴 那些東西大概都可以感受得到 這種這種東西 連藍色子弟 他也不見得能夠豁免 因為藍色的這個 統治階級 有一些人漫漫 也沒辦法保障到下一代 所以就是那個權貴很明顯 讓人家討厭 所以年輕人這個地方 是大家討厭年輕人 並不是 並不是 並不是網軍全部都是反對的 不是 因為那個東西我在想 是一個活動的 是流動的 那現在就是說 怎樣的人 他有什麼樣的道具可以用 他就用的道具表達 那今天很高興兩位 給我們很多的統計的數據 實證 那也很感謝這個光遠兄 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提醒 就是我們的媒體 基本上他的結構 他基本上 還是 制度性行銷 制度性行銷過去我們一直在翻 然後大家也還在翻 那 現在的時間大概 還有 20分鐘 是不是 20分鐘 20分鐘開放現場 大家互相來切磋 看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再 是 那個 那個 里長 里長 站立的這個先生 還有沒有 講到媒體 就 建議說 就說 像 公視 理論上 他在這個時候的角色 他不是 應該 所謂的 巡政中立什麼都不做 這時候應該為選舉的 這個期間做 普遍限定的服務 哪怕 永社 不許開在這種 短期的這個選舉的過程裡面 用平面媒體 不管這個經費是有 法定的這個經費來源 或者是募資的方式 那有中央的 這種 啊 有 在市裡面 有市集的 以至於在 社區或者是 選區裡面 有地方的 讓大家可以在一個 遊戲規則的 版面上面 限制跟鼓勵的情況之下 去曝光 然後選民他可以 不是只有拿到 選舉公報 因為那個 就太有限 他在這個選舉的三個月 登記以後 應該 發行個三個月 九十天 我想那個真要花多少錢 也不是太多 我想這個可行性 不用等到 政府說要做才做 市部門 也可以 去募到這個錢 去做這件事情 假設 薛老師所提到 平面媒體在 影響 網絡的話 那為什麼不能夠在 這三個月內 暫時去成立 為選舉 來做 候選人的這種 所謂的 平台 的平面 這種揭露的 方式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很具體可行的可能 勇社不妨可以考慮下一次做錯 這個 理事長 他每天給勇社一個 個三 不過這個公司 每年政府多了九億元的預算的公式 因為任何一家電視台的那個 特別是這個電子媒體的電視台 其實蠻燒錢的 因為它需要設施 然後那個東西是 九億元社會上還有很多人嫌 都不夠 你如果跟NHKP 跟PBC 這樣的公共電視 基本上九億元是不夠他們燒的 不過我們有九億元可以燒 然後 也就是說 永社要扮演這個角色 大概不讓你 因為那個基本的硬體設備可能就沒有 不過我們的公式本來 他 在我們社會上 成立的宗旨 本來就是要 至少要做 比如說你剛才建議的那樣一個 一個短期間裡頭 他跟其中基地做任何工作 那本來就是他的宗旨之一 那我們的公式有沒有把這個角色扮演好 沒有 你繼續看出來沒有 然後 那為什麼沒有呢 除了那個結構性的原因之外 其實公式表面上來講是一個公共的電視 屬於大的電視 可是公式那個地方也是一個戰場 各個市地的人也都進去 老早就進去公式 所以公式以我來看公式那個地步上還是 既有體制的人在那邊 戰的勢力比較大 然後呢 國民黨也很聰明 老早也就是公式那個地方 民意上來講可能都是 無黨籍人士或者什麼 其實不是他本身 已經老早那個手就進去 現在公式表現比較好的 往往都是簽約 暫缺了 暫缺了基本上像公務員一樣的上班 他們製作節目也好 你基本上去公式看 11點半要早點不然你都出去吃飯 然後 廠長在 節目弄得很好的人 節目弄得很好的常常是 常常是這個 約聘人員 是請 我想職務商業趨勢 哪怕候選人出錢他都願意 你要候選人每個人都去印傳單 然後派報 其實最花錢的不是紙 而是派報的錢 所以如果大家願意集中這個條件底下 允許候選人有欄位 他實際上看死可以省下 派報跟 印那個單張傳單的條件 而是支持一個屬於他選區裡面 候選人的這個 可以曝光的可能性 所以我想這個實務商業會用到 電子媒體 因為紙本的影響力還是相當對 現在傳統的這個選民而言是很重要的 剛剛那個理事長的那個 參選人的意見 其實是上一場接 上一場場是 應該要解決問題 對 那裡頭應該要介意 對 來 那這個就 我想要就是說 繼續追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一次當然就是 這個網路的媒體效應非常清楚 可是呢就是說 任何事情都是有正面有負面 那最常被 大家講到的問題就是說 當電視媒體 還有那個網路媒體 集中在少數的那個 明星的時候 他會有很多東西會看不到 那最簡單的大家就講到說 台灣的那個選舉變成是海北市的選舉 因為其他地方的那個 消息都沒有 那我想要再進一步再問的是說 向地方的選舉 地方選舉其實是相當重要 就是說在這一次 本來大家都是希望說 這一次呢 看看是不是能夠有比較多的 這個年輕世代 他可以透過 門檻比較低的這個地方選舉 能夠影響到政治 那 到底這個網路這樣的工具 對於這樣的一件想法 是有幫助的嗎 就是說在地方型的選舉 特別是我們過去在討論選舉的時候 傳統上有所謂的這個 空戰跟陸戰 就是說到底是 宣傳戰還是 組織戰 那如果說是以地方為主的時候 他其實是 組織還是一個 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 那 網路的崛起這件事情 對於 我們剛剛講到的 就是說 幫助年輕人 年輕世代 參與地方的選舉 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幫助 謝謝 這個問題 有一個人是 可以證明 其實是有幫助的 那個人叫 那個這個人其實是 在霹靂浴被全部封殺 這個人叫王浩宇 他是在 你們這邊如果霹靂浴 像我剛剛可能知道這個人 因為他在那個PTT上面就是到處撒廣告 然後 制度訊息 叫他做得最好 他在就是 去擴編的那個文章或是什麼 然後藏的是 他要經營那個網站 的那個廣告 這個人叫王浩宇 他在這次在桃園市 他選上了 市議員 他就是因為他經營了一個叫做我是眾利人的網站 那變成是說很多眾利人就在那邊很喜歡 他有很多生活的小時候是醒風系的 那就是他透過這一個 他順利的 他選上了桃園市的 這個意願 這是一個比較成功的 當然還有其他的 當然還有其他的 我是比較質疑的 比如說像 伊蘭也有一個 可是我是比較質疑說 好像他有他家族的 背景 但是王浩宇是 最 最清楚的 應該是沒有講到他的名字 OK OK 有PTT 像你已經最清楚 一個被PTT全會封殺了 但是 選上了市議員 因為他提問 這個媒體所看到的大部分是台北市 台灣人也看到 那台北市其實 參選 7人 然後其實看得到的大概這兩三個 這個都是你自己看 在台北市 可以 跟我們分析一下 網路 在台北市 網路當然就說 是我這次選舉 用的最重要的一個媒體 因為我 沒有花一毛錢 在這個 任何的 傳統的媒體上面 也沒有錢 因為 那個都是動輒 一二十萬 三十萬 那在網路裡面 我們也沒有花錢 或者說 大概花過幾千塊 就是 Facebook裡面有一個比較是 promote 一些 就大概 兩千兩三千塊錢的 我們用過幾次 我們覺得效果也還好 所以我們後面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裡面很多的 有種 惡搞的東西 就本身就有吸引人了 所以 也不必再去 promote 我會覺得剛剛這位朋友問的問題 我覺得 就算在 這個 偏僻的一些地方 一些 一些 從 就是所謂的 偏遠的地方 或者不是真的走到 阻摸的地方 我覺得 社群的經營 是 可以去走的 一條路 因為 網路當然就是說 他 裡面比較可能 經營出一些 有相同習氣的 一種興趣的 這樣子的人 他們比較可能 聾在一起 那這些人 今天 很容易的 我們就可以看到 就是說 這批人是專門喜歡 去團購的 那那批人是 專門就是說 去做一個 就是說 去做一個運動的 活著運動 真正的sport運動 或者是 某一種 例如說像 這個 基金撤益 這批人 他們在網路上 是給號召一批人的 我絕對相信 如果是 我們是以 社區 為主 就是說 在網路上面 開始 這個 風巡保益的話 我覺得 也有可能 號召出 一批人 去在一個 比較小一點的 一個區域裡面 大家借著網路 做定期的聯繫 這個東西 我在其他的一些 非選舉的事情上面 我其實是看到 例如說 複數的 這樣子的事情 例如說 對於 流浪動物的 寶庫的 像這樣的事情 當然是這些 主題都非常清楚 而且其實 非常強烈的 一些主題 對於 人的經營 是不是 也有這樣子的 一個效果 這我不知道 可是我會覺得 網路既然 是大家 比較有興趣 去投入的 一個媒體 那在網路裡面 怎麼去 就是說 把大家都在一起 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 遲早 會有更多 know how出來 大家會更容易去 用不同的方式 去進行 那至於說 我會覺得 我這次 真的要不是 這個 網路的話 大家對於 連家 實在是有種恐懼 恐懼到 就是說 必須 每一個人心裡面 都在 這個 所謂的 氣寶都出來的話 我覺得 我其實 票數 應該也許會多一點 但是我 一點 真的 我完全不介意 大家看到我 就是說 選完之後 最重要的事情是 跟我的 志工喝酒 我喝到的說 我必須寫著說 喝酒比選舉還累 一二三 還有三位 那個 先浪趕人家一下 一個 然後 我們下 徐教授 然後後頭 那個 那個同學 謝謝主持人 我請教一下 發表人 徐先生 你認為 編輯台還是 操控核心 那我想請求 按讚 留言 點閱率 傳輸 回憶率 他跟 編輯台之間的那個關係 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發現 編輯台是沒錯 是操縱的中心 但是 到了最後 真正能夠 撒網 成軍的 應該就是點閱率 還有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他回到 編輯台的時候 編輯台他們怎麼樣的 來做那個 回應的操作 我發現 這次的那個 三西大戰 大概是 聯軍 這個地方是 全軍撲破 但是 看到 您的研究沒有看到 這樣的一個 關鍵的 那個 那個決定點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那另外 馮先生 我跟你 大概就是因為 這次選舉 才會熟 那現在問題是 林村 花了三百萬 那 趙先生跟我講說 他花這兩百萬 丟石頭 他都高興 為什麼 因為他跟我講 他是自我實現 我不知道 您是不是也是這個 那他自我實現的結果 華音街 和林興公園 成了觀光景點 不知道您有什麼看法 謝謝 兩個問題 我先回應一下 就是說 傳統媒體 跟那個 網路 大家在瀏覽的東西 或是說自己寫的東西 和那個 這個關係 這有點像是在網路上的對戰 就是比如說我今天我說A好 另外一邊說我說B好 那彼此都 不能互相說服對方 那因為B的一個攻擊點出來之後 讓A覺得會痛 所以他就要寫一些東西 讓一些 不知道 不是支持A 不是支持B的人去看 不是說讓我來支持A的人 有一個說法 去講 去說別人 其實這種東西其實 是一個 相對性的 並沒有一個 絕對的措施 怎樣的一個關係 因為 藍 說給藍聽 或是說藍要說給中間選民 他沒有決定的提 編輯來就像這個樣子 那 綠的話 他可能就是在網路上 就是我就是討厭這個藍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當然就是喊戰 或是幫我轉 就等於就是說 這兩邊在禁逐 禁逐誰的影響力 比較 或是說誰比較可以說服 但是沒有決定的人 就這樣子 這是一個 包含在網路上的一些 選舉操作日常 不然我們如果回答 我們聽的問題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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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像趙伯伯這樣子的例子 我剛前面講過 其實覺得真的很溫暖 覺得 這是 這次選舉裡面 我覺得最讓很多 投票人不管是不是投他 覺得動容的一件事情 好 那 我很抱歉 他的 那個 整個的 住的地方 的四周變成景點 其實我覺得 在整個的選舉過程裡面 我覺得 像趙伯伯這種背景的人 他們所居住的一些區域 例如說 南機場 那個是 其實是 中正區的 中情嶺那邊 那邊 因為我非常喜歡 南機場夜市 然後那邊有一家 叫做光人的 二手商店 我經常去逛 去逛的 這一個 一家 我買這種 平常買東西的地方 所以我會 對那個區非常熟 所以我跟八花巷 那個 他們裡面的 李展芳和 孫先生 都是 非常的 照顧 這些 農民 這些背景的 這些朋友 如果去看那個數據 就知道說 那個區真的是 長久以來被國民黨 永遠離棄的一個區 可是每次到選舉的時候 就是要去那邊 低聲下棋 要去那邊 去騙選票的 一區 這是為什麼 當 連勝文在那邊 談到 那邊的所謂的 地下的 瓦斯管線 那邊沒有地下瓦斯管線 不要因為 高雄氣爆了 你連勝文以為 全台灣的地下 全部都是瓦斯管線 到處都是瓦斯 等下跟你講了 他是瓦斯桶 他就是 因為他沒有這種生活經驗 他不知道 他這輩子 大概沒有看過 一個瓦斯桶的 老闆 背著那個桶子上 三樓 四樓 五樓 每多上一層樓 多十塊錢 他一輩子不可能知道這種事情 所以 他到那地方 他露出他的 就說人家發笑的劇本 說你要露出一部 悲天餅的樣子 要關心這邊的瓦斯管線 沒有瓦斯管線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 照顧出來真的是有一個 非常重大的意義 在所有的市場選舉裡面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讓我們覺得 你知道真的是很溫暖的 就是說 我們只是有一點 就是說 為他的這兩百萬 覺得可惜 當然 沒有人為我的兩百萬 覺得這個東西 大家有點大小利 你知道嗎 總而言之 我其實 就是說 我說我花了大概三百萬左右 應該不到三百萬 那因為我 我的這個募款 募了兩百三十五萬 所以總共大概 花了五百多萬 就說 那其實看到我 看到我的那麼多政策 看到我 其實我那麼多的 志工 志工雖然他們都 都這個 都完全都不要錢 可是 要知道說 招待志工吃飯 這些東西 其實還是要有一點錢 可是我很高興 說 自我實踐 如果是招募播 他這次對自己的期許的話 我倒覺得 其實 我作為一個所謂的 倡議者 倡議從 幾乎從這個 當我寫喜念的時候 就是同志拼權的一個倡議 當我做給我報報的時候 那個是幽默 注入到整個文化裡面的一個倡議 那當我就說 主持中國時報娛樂週報的時候 那個是整個媒體改革 尤其是 媒體的這個娛樂寫作的 一個全部 就是說 以文化為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一個所謂的一個底蕙 去寫 去寫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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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娛樂的新聞 那個是跟 New Times 那邊學的 跟美國的很多的 這個重要的媒體學的 那 例如說 133 憲法133 其實是 等於是 選舉罷免 就是 視權的 一個 就是說 除了憲法 賦予我們的選舉 我們要 你知道 開始 行使我們的罷免權 這些都是倡議 所以這次的選舉 某種程度上面 倡議一直說 我們今天如果來參與 政治 我們不能夠永遠只打八卦站 口水站 你知道 這種空氣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提出實質的 政界 我覺得我這次最高興的是我認識的兩種人 一種就是我的所謂的這個政策組 裡面的這些同仁 他們散步在全台灣 他們 我們的運作都是在網路上面運作 包括討論 很多時候用視訊 電腦 先電腦 互相看來看去討論 非常容易 我們整個 政見的同仁 真的是 他們用他們所有的 下班的時間 在討論這東西 讓我們的政見 這麼充足 還有就是 志工 我有很多志工 那些志工不能夠想像 有台大法學院的教授 就是在街上 就是在 散傳單 那裡面有這種 很多都是 九點鐘要去打卡 就是打卡上班的 那 又真的像 很多藝術家 所以這一點 我是真的很高興 就是說 我們 真的是把一個政治的東西 從公民運動 把它實踐 造成公民的行動 我覺得這個是 我這次 我覺得我做的 最讓我自己覺得 舒服的地方 謝謝 謝謝 我們沒順效多少時間 剛才有兩位舉手 大概五文中 大概過兩位接說 這個許教授 那怎麼就 幫我那位同學 哈囉 麥公 可以 直接 那個 那還是要 代表公平之 要感謝光源兄 雖然 大家為什麼沒有退 你的錢 感到可惜 是因為你看起來比較富有 所以這是相對性的概念 那你身世沒有那麼看起來 那你能否定的這個 感到有非正義的 不過我想 我兩個問題 一個是對方的東西 就是說 你剛剛特別聽到說 那個媒體不夠 超新聞二指操作 在選舉上媒體不夠的現象 那你因為自己實地參和選舉 你覺得有什麼辦法 可以把它制度化解決 我們前一場討論選舉制度 公平和理性 關於媒體不有沒有辦法 因為你實際超越國 有什麼實際辦法 可以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更公平一點 那對建築兄的問題 你剛剛聽起來讓我感覺好像是說 其實主流好像是 還是報紙媒體 然後會打一個政論節目 然後會到 網路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看到我的 看企劃好像常常有 是網路 是看YouTube或什麼 有些電視機會 我常講我現在企劃公司 好像比較偷懶一點 就是很多都從網路上抓機會出來 我某個輩子不能講什麼話 所以我到陪這個英國關係前後 你我觀察一下 那你將來會不會 網路社群依然這個媒體效果 會倒過來影響到電視 這部分 會不會這個會不會越來越影響 而且年輕師大概 閱讀習慣會變成 將來這個 選舉的方式 也會開始變成 標區密化 網路化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 可能發生 大家有答案 因為時間關係 不再接受新的問題 請那位同學 你順便講 然後讓兩位 能夠接受 好 大家好 我是東武知識系 三年間同學 我想要問 徐建宏老師 就是 您在 就是您的那個 首次面有講到 就是說 網路它有一個 螺旋的特質 然後有 極少數人控制 大多數人的特質 這樣子 那我想要問說 那這個東西 小數人控制大多數人 那這個它是 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去控制 那 它的控制是 受到議題的 它內容本身的感召 還是透過一些 可能很多人去關注 透過網路動員的方式 當這個議題的點閱率變很高 所以說它可以控制大家的 一些想法 這樣子 那它是怎麼樣去控制 是議題的感召 還是透過一些 動員的手段去控制 謝謝 我三點回答 第一個是說 其實 網路比較可能影響的是 電子媒體 因為電子媒體就是想吃 沒事幹 它 那 必須要一直弄一直弄 所以它找 很多YouTube的東西 我找 某個臉書的人講的東西 會 比較省事 要不然就是報導什麼 報導那個美食 那其實就是行銷的 所以就是說 我並不認為 網路會影響到 報紙 因為報紙 基本上的編輯台還是 很謹慎的 在做 那個新聞跟政治的操作 但是影響到 電子媒體 還是有它的空間 因為我常常看到說 這個YouTube明明是我三點點看到 現在變成是某個 不是說 1D2D的獨家 3D的獨家 這真奇怪 另外就是說 網路螺旋效應 還是這個樣子 就還是說 Coin節目的 名嘴對不對 他講什麼 或是說我今天我是意見領袖 別人其實都沒有idea 我比較常講就是說 大概聽一個概述 就是說 在台灣 假設100 100個人對不對 對某個事情 的看法 清楚知道 大概只有10個 他願意講的 這兩三個 但是這兩三個 講出來的東西 大家就會 拿去用 因為我沒有意見 那或者說我就討厭朱利倫 那討厭朱利倫 我不知道 有什麼東西可以講 但是有一個人 點出來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大家就會轉 所以你會發現說 八卦版只要有人爆料 Pedr沒有爆料 不管是真假 就很多人就開始轉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東西 的真假 或是說怎麼樣 我沒有聽過這個消息 通常就是說 意見領袖在 影響這些意見 那大家 我看到的時候覺得這個遊戲 我就轉 那轉來轉去 大家是會跟著一直 轉過去 其實大部分是沒有意見的 坦白說 這個世界上大部分都沒有意見 有意見就那些少數人 那包含就是說 你選舉要投給誰怎麼樣 要嘛就是藍綠 要嘛就是說 我看看誰 的 怎麼樣 就是那種 Swing Monster 我對網路上 網路的發展 有一個比較正面的 就是說 網路其實是 這個平台是可以 談理念的 以這次的 台北市長選舉為例 為什麼 柯文哲的支持度這麼高 好 那網路上的 幾乎很多人都是反 反聯勝文 因為他覺得是不公不義的代表 好 可是 要知道現在選後之後 支持柯文哲的 網友 分裂成兩邊 好 現在正在大戰 一邊是柯粉 好 就是 反正 柯文哲講什麼都是對的 比如說 犬嫻喊說要拆 中校東西 的公車專業道 對不對 大家 一片叫 現在他說不拆了 先謊義 對不對 一堆人罵 柯粉就說 當然要讓他評估啊 可是問題是選嫻 他沒評估過嗎 很多同樣的議題現在變成是分裂度娘骨 就是現在在臉書上你看看就是柯粉跟 也是支持 柯文哲的 即使反國民黨的現在人家大戰 因為他們開始在 這個地方可以談理念的 所以 這個是一個比較有趣的 你現在看到臉書上就是 柯粉跟那個 兩邊大稱 就是看得很煩 OK 就是 好 好 那美媒體不公的問題 這都要解決 而 其實 這個 其實需要 還是我覺得要 從網路這邊 從網路的宣傳 網路裡面怎麼樣子 把很多訊息透露出去 我舉幾個例子 一個是 公權力 就是說像市政府 不管是新政府 各地方政府 或甚至中央政府 他們是不是可以經過這一次的 整個大換選之後 新進去的 例如說文化局的 這個 局長 例如說官傳局的 局長 一些 跟 過去 跟這個 預算有關係的 一些資料 是不是可以解密 例如說 台北市政府 過去這些年來 在文宣上面 哪些公司 哪些媒體 包的是最多的 這些資料是不是可以解密 我覺得當然可以解密 因為 這是花我們納税人的錢 花納税人的錢 要讓我們納税人知道 過去這些年 從馬英九開始之後 大抵的 納税人的 就說 税金 是怎麼樣子 被用到 這個媒體上面去 那媒體上面去之後 它產生的這些效果 是不是就正如 這些 例如說馬英九市長 這個 郝隆斌市長 他們的 當初的設計 那整個媒體就這樣 被收買了 整個輿論被收買了 這些事情 到在這個 這個郝隆斌 交出 這個市政府的 這個位置之前 基本上是不可能去知道 那現在 有新的人進去 那是不是 這一些属於 納税人 應該知道的 這些 預算上面的 這些使用的状況 是不是可以解密 這個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今天 能夠做到這一點 以後 任何市政府 想要 動用納税人的錢 去做自己的宣傳的時候 去替自己的 下一個campaign 去铺這個路的時候 是不是他們開始 要越來越小心 那 有一些媒體 如果拿的錢太多 然後開始遭到譴責的時候 那開始 就是被讀者 被觀眾質疑 他們的新聞 他們的節目公正性的時候 他們內部 是不是也可以 開始做檢討 而這個是 就是說 從資訊 open data 這個觀念 去看的一件事情 然後媒體 媒體裡面 其實我自己做了一個所謂的名嘴 其實我常常聽到 有些也是所謂的名嘴 他們上去是有價碼的 這個價碼是他們付了錢 給一些節目的 那甚至有些節目基本上是被 早就被包好的 例如說 是被某一個黨 某一個勢力 某一個政治勢力 他們包好的做 他們就說 當初會開這個節目 就是因為 他們是要利用這個節目當作一個宣傳的一個管道 所以有些人從某一個高層 就說被踢下來之後 他馬上就可以進入到媒體裡面 我覺得荒謬的就是說 很多這些政治裡面這些 就是說非常 插進的一些爛的一些貨色 他們下來好像就只有兩個地方可以去 一個是校園 一個就是媒體 你們不能夠做其他的事情是不是 你們去賣這個 就是說去賣比琴 也許就是說 對臺灣的整個 整個國際民生比較好一點 是不是 可是不是嘛 所以就說我們像 像以前 對不對 馬上留下來就到政大 對不起啊 政大好像是 這個大 我們 我們有個老師是非常凶悍的 哪他 到什麼雨都有 對對對 是這樣子啊 你知道 這次當裡面 包括像秦母蟲 對不對 也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媒體的自己內部的一些 一些這個資訊 是不是可以慢慢慢慢的 執行的人是不是可以拿到公開 那最後其實是一個比較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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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大一個的觀念 我在美國待那麼久 其實我很喜歡看美國選舉的時候 幾個大報紙的新聞 因為 第一個他們有想像力 第二個他們其實 每一個報紙 其實都有他的意識形態 都有他的 他的立場 New Time是什麼立場 大家非常清楚 Chicago Tribune是什麼立場 Washington Post是什麼立場 大家都非常清楚 在有立場的報紙 你做新聞 你不可能有這種意識形態的這種 在背後 你知道嗎 做新聞的新聞是歸新聞 新聞有給他一套準則 所以在美國 每次大選之前 因為是比較重要的選舉 像總統選舉之前 他的社論是由報紙的這個社論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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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組比他們 主比 主比群 公開的在社論上面 表達了自己報社的立場 我們是挺民主黨的 我們是挺共和黨的 講得非常清楚 因為講得清楚 他讓讀者知道 OK New York Times是個Liberal 他們一定挺Democrate 可是他的做新聞 是不是 就是一面倒向Democrate 不會 Shield Tribune 他比較傳統的是Republican 他是不是 因為他的這個意識形態 政治立場 他做新聞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呢 不會 他們盡量就說 把自己的立場講清楚 讓人家去解釋 我覺得這個是 也許是我們可以去研究 也許去學習的方向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 我自己認為是一個比較大一點的概念 這個跟現在 因為沒有人在做這樣的事情 好 謝謝 對不起 這一場時間上 我管控的 並不是很好 當然光遠兄 他就先給我用掉5、6分鐘 再給你打開 不過因為下面的時間是差點的時間 那你本來保留了30分鐘 所以少5分鐘、少10分鐘 沒有實際影響到下一次的會長 那我有個觀察 利用這個控檔 因為我這個組織人沒有機會講話 我自己也覺得有點機能跑來一趟 因為看到我們學子同事在問 我說網路 現在大家都在說網路聊得起 那網路對這一次的選舉 當然有一些影響 大家看得到 那網路真的以後就永遠有些影響 那比如說 因為我是藍頭縣的人 這一次藍頭縣裡頭的急急鎮 那個鎮長 那個28歲是鎮長 OK 我們那個是一個很好的case 那個case就是說 他基本上網路有幫上忙 他先立於不敗之地 就是年輕人這一次都回去投票 各縣市的年輕人都盡量回去投票 所以年輕人並不會比老家人數少 所以大概那個地方是差不多 可是他很努力的 他騎腳踏車 再急急鎮 他就繞了兩千半 就家家戶戶他有去拜訪 兩千半 所以兩千半裡 他從那些老世代的人 吸引到不少人到處要支持他 這個東西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立於不敗之地之後 他又能夠從傳統的票源裡頭 爭取到新的票源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要來看下面一個 很好的一個測試對象 就是說陳偉田 OK 陳偉田他現在要到苗栗去選 可是苗栗是很 苗栗是很大 不可能讓你騎腳踏車 落兩千半 所以我們要看看 陳偉田他免不了也要動用到網路 來爭取這個支持 可是他傳統事業 他怎麼樣跟傳統事業的方式 怎樣去溝通 這個東西可能把這個畫點 就延伸到下一場 給王國昌進幫忙進行 然後我們就實現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今天私下書文章 大家可以來享受雜典 那今天這一場 第三場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